信心 我们一定要增加自己的信心 少少都好 如何增加自己的信心? 首先,第一 由小开始 从小的当时开始 例如,先做一条题目 两条题目 从第一步开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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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了 chapter 4 chapter 8 看了 chapter 4, chapter 8 看了书 已经是开始了 写当时 写一个笔字 一个什么笔字呢? 写一本什么呢? 写一本你的记录册 autograph 或者autobiograph 写一个vocabulary book 生字表 写你自己的生字簿 越写越多 越写越多 是不是很有信心? 很有成功感? 要有些藏意 要有新鲜的感觉 比如说 看那个YouTub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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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那些东西 录那个 tape 在那个车上面 自己开车的时候 去听 因为它有multimedia 錄这个 带在车里 在车里 开车的时候 听 有multimedia 那就记得 信心就增加 在一间屋里面 贴一些notes 一些纸 帮自己去记 在你自己的房子里面 把那些好像这一个notes 贴在墙上面 等自己去记得 帮助自己的记忆 当然 我们记忆的东西 应该是考的题目了 考古题了 我们呢 要 去多参与 多做事 找人呢 找老师 去问 问他 E-mail给他 打电话给他 然后 找朋友了 找你的同学了 找应ocracy 什么eter 找次 人 去跟他讲 跟他了解 那个考题的 题目的东西 其实 just go ahead and do it 你什么要做的 该做的 test要做 书 要看 还要重复的看 revision 然后 做完test 然后重复的 再做那个test 重复一边一边又一边 这样子 那还有什么呢 可以增加你的信心呢 所以呢 从小开始 从第一步开始 写一本书 一定要有创意的 在房子贴一个 几条啊 贴一些东西 参加你 找多一些人去问 然后要去行动 还要自己记得一个东西 是 没有一个东西呢 是完美的 我们做那个test的时候呢 70分以上 下一个test 书本呢 看了之后 不懂 很多英文字 不太明白了 去看看 查一下 可是忘了 忘记了 我们千万不好呢 要求呢 什么东西 都是 perfect的 没有的 我们一步步 我们一步一步 慢慢地去增加 积极的 那个经验 那个生质表 最后呢 我们要 take a chance 报名 我们一定要去报名 去考 考一次 不行 再考第二次 再考第二次 所以呢 我们呢 一定要 有信心 增加这些信心 从这一些东西呢 我们可以 把那个地产牌呢 考成的 实际心 重灵 要 Kevin 计判